你吃什么 很胖 周周 表姐蒸南瓜给你吃好不好 我吃 他做啥 你做啥 吃不吃 妹妹吃 妹妹吃 妹妹吃好嘞 嗯 这是昨天拿回来的那个蒸煲汤 这个是开始那个煲汤后面就换了 这个蒸汤大家可以拿来蒸鸡的 或者是煲汤煲排骨汤鸽子汤什么都可以 一包是100克的 然后一只鸡的量 鸽子的话估计可以包 两个小鸽子 三个都可以 排骨的话你们就适量了 等一下去村里面拿鸡鸡回来包给我奶奶吃 蒸几个南瓜吃 刚好蒸给小朋友吃了 然后我也吃一点 这个贝贝南瓜皮都可以吃的 洗干净就可以了 看这种削一下就可以了 这种是正常的 这种不是坏的 这个好漂亮 这个肉不少 这个南瓜 今天大家把这个囊去掉再蒸 因为这个囊的话它有水分嘛 如果说有囊的话它可能会水一点 没那么烦 蒸几分钟就可以了 你看 切开了 切开还是不用蒸太久 整个的话你要蒸个 25分钟到35分钟的样子 我看到最近有一些朋友说 我们四个人的一个合作嘛 对不对 有的人呢 对我很有意见 有的人呢 又对他们很有意见 就是有的人 那会说 有了朋友嘛 就说没有小酒 你们什么都不是 做不好 什么都做不好 其实也不能这样说 对不对 还有的人也会说 没有许姐 给你们干这些粗活累活的 你们啥都不是 其实怎么说呢 我们都是一个团队的 每一个人呢 他都有合理的分工 就是合适的人 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 对不对 之前我看到有一个网友 他很支持我的 每一次他都去帮我说话 然后就会被一些 黑粉去中间 说他是我的小号啊 说他是我的什么虫啊 然后我看到了之后 我就给他发信息了 但是目前来说 还没有回我 我不知道这样子 会不会对他的一个生活 或者心理造成影响 因为前几天 我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一个妈妈 到了我们的新闻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到了 所以我就不要担心他 我就给他发个信息 但是这几天也没有看到他 我就确实了 我觉得朋友们 在一些网上的一些 过激的行为 我们可能是作为一个 就是尽管不怪了 是不是 我们每天发视频 每天不同的声音都有 但是 就是我们 对于我们的粉丝来说 你去攻击他 我觉得我是接受不了的 对不对 你可以骂我 但是你不能骂他 是吧 我相信我的很多朋友 如果被一些粉丝骂了心里 也会不高兴 或者是你去骂了别人 你说他的话 换一个角度 别人来骂你 你也不高兴 对不对 会带成一个心理上的影响 像我们四个人的一个小团队 每个人都有合理的分工 每个人都有一个合理的位置 就是他应该做什么 他应该负责什么 他应该负责什么 你们看到的 只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去负责的一个事情 别人说 有的朋友说小嘴子会动嘴啊 不会去动手 我动手的你说你看不到 因为我动手的东西 都是不能给你们看到的 对不对 还有一个 我觉得我们四个人的话 就之前我在直播间说过啊 有没有感觉比较像一个 去熏天取经的一个小团队 就有点像 呃 我是属于唐僧角色的 我比喻啊 不要大家又来攻击 我是逆拼 这么算唐僧啊 比喻 呃 老韩呢 比较像孙悟空 大哥呢 猪蚂蟹 对不对 然后那个 徐姐不要像沙僧 沙僧振振振振振 就把戒 是不是 动不动就 哎呀回到老庄上了啊 大哥就属于真的能不能干啊 对不对 呃 老唐呢 是比较得力的助手啊 但是他呢 就有时候呢 就比较固执的偏见 对不对 整个性格完全可以体现得出来 小九呢 是不是 所以唐僧就是 为什么 是在这样一个 四个人的一个有对应的角色 我们去西天启金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创业 跟去西天启金 它是一个道理的 是不是 我们必须四个人 达成一次的目标 一起往前走 我们才能够把它做好 在沙桑啊 就是在我们小个人队上 出现任何的时候 任何情况的时候 必须是师父 我既是师 又是他们的领导 又是他们的师父 他们是我从 当开始一起 一起慢慢带起来的 知道吧 可能有的朋友 可以看到这个 看到这一层面 有的朋友是看不到的 我要去统计 就是说去领导他们 教他们 甚至去 有一些事情 把他们一起去做 对不对 我觉得我这个 位置的话 确实比较累的 因为我要为每一个成员 冷害的一个风险 去负责任 每一个人 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还要去帮他们 去解决 就确实 不知道怎么说吧 徐姐那时候 我跟她说 去考驾照 我说这个 徐姐大家也知道 他是 我的粉丝 然后找到我们 然后跟我们一起拍视频 然后喜欢大哥了 然后他是确实是比较能量 是苦耐劳类型的 我今年我说答应他 你学好驾照 您比开一下我们 能不能挣到钱 挣到钱的话 我们就 给他买辆车 老残的 他不止了 有时候说什么 什么都不听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但是他的想法 往往 其实关于南瓜 这个事情 他跟我说过 我叫他 不要先拉一点 过来给我看质量 看品质 之后 再说 然后他听人家古多说 就剩这么多了 你如果不要的话 后面就没有了 因为这个 也不是说意思都有的 现在塞完的话 就没有了 如果不要 明天我就塞了 明天我就塞给别人了 他可能是听到这样子 然后他就要了 就是我当时 听到老残跟我说 他要了这么多的时候 我心里也没底了 我跟他说 真的是没有底了 我知道这个事情 会面临的什么样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 把钱转给他了 把账转给他了 让他把它进回来 我知道面临的 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但是 我就是要让他 自己摸到墙壁了 他自己才知道 我说他 并不是说骂他 会什么样子 我是告诉他 你发生的事情 你应该怎么去不一辟 你下次你就不要去 放同样的错误 但是他 我跟因为这个事情 我们吵了两架 我心里真的是有点不舒服 因为我是为你着想的 这男的钱 并不是我一个人的 亏的钱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 但是我要对 所有的人负责 这样子 我心里有点不爽 知道吧 最贴贴的 在这个团队中 最贴贴的 是老残 不是我们 第二就是大哥 对不对 我们女孩子 自己吃饱了 足够了 我觉得 我们挣太多钱 没有意义了 是不是 最后也是要嫁人的 是吧 够自己吃 够自己喝就行了 最缺钱的是 他们两个男的 然后我觉得 他有点 他是有勇 他是无谋 我就希望他能改变 因为我一直都在说 我们结婚了 我肯定要生小孩 那我肯定不能再操心 那么多事情 那我操心这么多事情 对我也不好 是不是 对小孩以后也不好 那我要回去家庭中 有点你 失望了 因为你放错 可以让我说了 然后我希望你们接受 但是他不接受 不过 今天他也还好吧 他也在努力的去做 想把这些 南瓜都卖掉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 不责任的行为吧 只是希望他 就是下次 三次后行 不能说 听别人说怎么样怎么样了 因为大哥 他是属于那种 主把肩类型的 他是没有什么想法的 是不是 大师兄说怎么干就怎么干 等一下二师兄说怎么干 他又怎么干 他就属于这种类型了 我觉得真的是很清 很正确的一个比喻 我不知道朋友们怎么想 怎么看 如果您说他没有想法 因为她也没想法 到处境收到 一个这种路 还要留在家里面 都一样 都一样